董卿是大家熟知的央视主持人 就算遇到各种大场面 都可以轻松化解 但是当董卿遇上著名歌唱家韩红时 两人却在镜头前起了冲突 他们俩又会是谁占上风呢 两人之间又发生了什么 这里是呱唧娱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岁月不会拜美人》的董卿 与最会唱歌的慈善家韩红争吵背后的故事 2012年 平安通过歌唱类综艺节目 《中国好声音》被观众所熟知 同年 他参加了央视举办的直通春晚选秀节目 当时平安作为参赛选手 和同为《中国好声音》出道的伙伴们 搭档表演了歌曲《串烧》 期间 他演唱了一首难度系数很高的《青藏高原》 而这首歌的原唱《韩红》 恰巧是这场比赛的评委之一 可以说 他是最有资格点评平安唱得如何的人了 在原唱面前 唱歌本来就是一件 急需勇气和急剧挑战的事 更何况 这位原唱还是对唱歌要求极为严格的 韩红老师 于是董卿作为直通春晚的主持人 询问了平安面对着韩红唱会有紧张和压力吗 平安则认为在舞台上保持一定的紧张度会比较好发挥 但是每个人想表达的《青藏高原》是不一样的 当然韩红也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赞赏 拿起话筒就说 真牛 我喜欢有态度的年轻人 并表示他认同平安的说法 每个人心中的《青藏高原》都是不同的 就像每个人心中梦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而平安他们也在听见韩红说 你们三个的确是中国好声音的夸奖后 立马鞠躬表示感谢 现场也被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感染了 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董卿也忍不住对平安的唱功表示赞叹 他那个高音真的很高 但是这涉及了专业领域 韩红也坐不住了 用开玩笑的语气指证了董卿 他那个已经是假声了 就骗骗你这样不懂的人 董卿却在这个问题上和韩红出现了不一样的看法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觉得挺好的 毕竟树叶有专攻 董卿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来看平安的表演 或许觉得这已经很完美了 但是韩红表示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千万不要把热闹当门道 意思就是说 虽然大家都觉得不错 但是隔行如隔山 在专业人士面前 一些小问题还是藏不住的 场面在这时也变得有些尴尬了起来 台上的选手有些紧张地看着董卿 台下的评委也显得有些局促 董卿高情商地化解了这次尴尬 那我也觉得挺好 他把门道和热闹竟然有之了 韩红作为一名歌唱家 作为那期节目的评委 他很认真地告诉大家 平安在之前的发挥都没有问题 只是最后假声的技巧 做得并不完美 这个时候的董卿 觉得平安刚刚的不完美是失误 还想再为平安争取一下机会 让他再演唱一次 韩红却直接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原来青藏高原的调太高了 容易伤着平安 之后平安还是再次演唱了失误片段 可惜依旧没能完美展现 最后韩红在座位上示范了 正确的高音唱法 董卿面对这一情况 安慰选手说道 今天是不需此行 我们可以听到最真实的点评 还可以学到唱法 这对你接下来的比赛有好处 虽然在这件事完美落场了 但是外界对此褒贬不一 不过在观众眼里 韩红一直都很耿直 之前在中国梦之声的时候 韩红就因为见不得别人撒谎 而大发雷霆 当时有两位自称是流浪歌手的参赛选手 两人组成了组合叫欢快男生 那天他们在舞台上合唱了一首 齐琴的经典歌曲张三的歌 观众的反响都还不错 这个时候 孙浩拿着话筒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他们当流浪歌手这些年特别的不容易 一直没什么名气 虽然家人都不理解他们 但这并没有击垮他们为音乐努力 奋斗的决心 他们当过农民工 做过服务员 只要有人愿意听 他们就愿意唱 如今他们站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要告诉所有人 他们做到了 说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现场观众也被这一番肺腑之言 感动到落泪 而韩红却扶了一下眼镜 开始拆穿两人的卖惨套路 你们俩在我面前演戏演够了没有 这时的孙浩还不知道之后 他会经历什么 韩红提醒他 2010年的身份 还是开心麻花的学员 这时的孙浩有着被拆穿的窘迫 却依旧想为自己辩解 韩红可看不得这种虚伪的事情 编 你给我编 你在这儿讲了这么多动人的故事 让所有人都为你们感慨 为你们振奋 你跟我大谈梦想 孙浩根本不是流浪歌手 纯粹是借着悲惨的人设 来博取同情罢了 2010年 他参加了电视剧《中国地》的拍摄 还在电视剧《梦回唐朝》里面 饰演小三子 也在北京电视台的大型真人秀中 当过保安 还参加过《非常六加一》 韩红大声地质问他 你怎么就变成了流浪歌手了呢 我告诉你啊 我对你如果没有准备 我不会坐在这里 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你 说着韩红拿着他的履历 站起来展示给现场观众 孙浩还试图为自己辩解 却被韩红打断 不要企图用这样的打扮 这样的故事去欺骗所有观众的泪水 我告诉你 在韩老师这儿休想 我认的就是真实两字 你们即便真的是乞丐 我都尊敬你们 但是你们说谎 你们骗人 退出这个舞台 说完就拍桌而起 转身离开了评委席 现场观众一片叫好 最终两位选手在观众的呛声中 被节目组工作人员请下了舞台 韩红就是这么一个人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他不说谎 不作假 不虚伪 用自己的良心 一点一点摸爬滚打 除此之外 他在大家心中的印象就是慈善家 2008年汶川大地震 地震发生后 韩红不仅捐款330万 还亲自带领团队前往灾区 到达灾区后 韩红更是亲力亲为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灾区看到的一切 让他特别伤心 尽管危险重重 韩红依旧没有任何退缩 从汶川回来后 他还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辅导 在2010年甘肃周曲泥石流发生后 韩红在前往甘肃的路上 不幸发生车祸 连人带车翻了十几米 从车里爬出来后 他第一时间带着物资奔赴灾区 索性最后没有大碍 韩红把慈善当作自己的使命 因此也有人评价 他是最会唱歌的慈善家 而争执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 董青 在大家心中一直是一个优秀得体的主持人 从2005年开始 连续13年主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年度央视十家主持人 从浙江卫视到上海卫视 再到现在的央视 近几年的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 主持人大赛 他的每一次主持发言都让观众们满意 董青自己也说过 一直坚持着学习 直到现在 董青依旧保持着睡觉前阅读一小时书籍的习惯 而富有诗书气自华 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董青可以在中国诗词大会的场上 从容不迫地与嘉宾交流 可以与挑战者进行游刃有余的语言互动 董青既可以以节目主持人身份 应对着危机场面 也可以以参与人的身份轻车熟路地活跃着场面 让舞台上自始至终都沉浸在浓厚的古诗词文化氛围中 而朗读者的成功也离不开董青和背后工作人员 那些故事关乎着人类的爱恨悲喜 董青对每一位嘉宾的关心都是发自内心的 他们的交谈也让观众得到心灵的栖息 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董青 一个知性的董青 一个气质高雅的董青 而在他与韩红的争执中 他不仅鼓励了平安 也没有博乐韩红的面子 从他的其他节目中也可以看出 他不但可以锦上添花 也可以雪中送炭 而众人皆知 两人的争吵 却不知道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2017年 韩红爱心百人圆宁的新闻发布会 就是董青主持的 这已经是他们两人相识的第17年了 韩红一上台就表示 自己特别在乎和董青的情谊 而这也是董青第二次为他主持爱心发布会了 每次都是他的一个电话 董青就来了 他为了感谢董青 朝董青深深地拘了一躬 董青微笑着看着韩红 立马做出了回应 在韩红特别感谢董青的过程中 现场也放弃了抒情的音乐 而他们两人的争吵 可能一开始只是朋友之间的调侃 后来涉及专业知识方面了 韩红就认真负责了起来 而董青作为一个主持人 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罢了 韩红与董青之间的立场不同 韩红在意的是专业性 他点评专业 选择对选手有利的方面 但可能说话比较直接 董青在意的是节目效果 他维护参赛者 调动现场气氛 好在两人之间的小矛盾 被董青巧妙地化解了 不得不说实力很重要 但是说话也同样是门艺术 这里是呱唧娱乐 喜欢视频内容的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